下面 《涅槃经》里头还有比喻 比喻得很好 有鱼 譬如鱼母 多有胎子 陈旧这些呢 先是少 鱼我们知道 鱼身的子很多 鱼子 鱼子能不能长成小鱼 长成大鱼呢 很难 为什么呢 那小鱼都被大鱼吃掉了 鹿王的小鱼才能长大 这个比喻 我们都看见了 不难懂啊 下面 又如 安罗树 花都过少 那这个树 是因此生长在印度 花多 果少 花虽然多 有很多都这个花了 风吹 树一摇动 花就落了 佛在今上 用咒作比喻 众生发心 奈忧无量 既其成就 少不足也 真的 众生发菩提心 菩提心是什么 大慈 大悲 救苦 救难 这是大悲心 大慈悲心 出出家的 都发这样的心啊 老四带着 发四红十元 众生无边 十元度 烦恼无尽 十元段 发门无量 十元学 佛道无上 十元成 甚至于 天天念 那 早晚扩里头 多念这首记词 天天发心 念了就忘掉了 这是早晚扩宋 就念一下了 念完就忘掉了 所以说 发心无量 这些成就呢 少不足也 太少了 几个有成就的 为什么不能成就 随着外面的云 转变了 他经不起 小风小浪 后悔是大风大浪 今天的社会 不失小风小浪 是大风大浪 这个我们都要细心 就观察了 随复在境上尝述 与此 暗罗化 菩萨 出发心 这三种事情 因中斗 及其结果少 那都是一句话 经不起考验 瞬间 贪欲增长 逆境成会增长 他生烦恼 不生菩提 菩提是缺 圣经里面就 要保持 如如不动 能够随缘不变 通过了 逆缘 也如是 顺利境界 都不能障碍他 他在一切 境远当中 他慢慢向上提升 他不会堕落 不会受障碍 这能成功 那佛法的成功 是什么 我们不能不知道 佛陀的教育 终极的目标 是教导我们 回归自信 就叫成佛 成佛 就是回归自信 念佛 往生极乐世界 亲敬阿弥陀佛 是手段 这个手段好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接受 阿弥陀佛的教诲 保证我们 回归 长济光 长济光 就是自信 没有一个漏掉的 过过陈旧 舍佛的同学 舍佛的同学 在这个上面 生起信心 肯定了 承认了 这叫真智慧 这叫真旧 为什么 就是海仙老后人说的 成佛是真的 回归长济光 是真的 其他的 全是假的 包括极乐世界 也是假的 极乐世界 有生有灭 蜜陀建立极乐世界 到现在 十节 十节是时间 十节之前没有 极乐世界 无量寿 十节 说明他很年轻 他刚刚成就不久 我们要珍惜这个机会 早一点过去 在那个地方 你看他有四图 同学图 方便图 舍报图 长济光浅图 那真正 保证我们一生 圆满成就啊 跟我们在现前 搞六道轮回 完全不一样啊 轮回不能再搞了 啊 往生不难啊 阿 尼 陀佛 阿 尼 陀佛 阿 尼 陀佛 陀佛 佛 阿 佛 佛